左岸成长学院关怀协会 日前举办纵心传爱共度端午关怀活动 现场备料有新鲜的猪肉及馅料香气四溢 县府社会及劳动处副处长张慕斌 感谢协会长期以来关怀弱势 让弱势族群能感受到社会温暖 左岸成长学院关怀协会这几年 在端午前都会办理相关的活动 我们县政府除了依注相关的经费之外 也感谢左岸我们兰头县议会赖院协会议员 他也结合社会资源 然后又自制掏腰包 来准备包肉中的相关材料 让我们这些弱势家庭在端午佳节之前 能够感受到社会满满的关心 现场志工妈妈们熟练的包着粽子 所包粽子将全数送给弱势族群 县议员赖院学 感谢有志工妈妈的爱心 极幸福的协助资源共享 让大家得以欢度端午节 南岛市很久不太久了 我们在我们人寿公园准备到很多材料 要跟我们所有的乡亲市团 共同来欢度到我们的五一节 我们特别感谢到我们社会厨 特别给我们帮忙 同时对我们老人的福利也特别关心 所以我们左岸协会利用我们社会的资源共享 对我们市团有欢度佳节的愉快气氛 同时呢我们也将我们保的肉粽呢 下午要分送到我们独居户 还有我们做事的家庭一起来分享 舞台上也安排歌唱卡拉OK 并特地邀请张行国小国乐团演奏 让这场岸心活动 吹送着美妙乐音 也散发粽业的香气 每逢家姐被私亲 作案成长学院关怀协会 长期以来办理许多关怀弱势活动 恰逢端午节为了关怀弱势 县议员赖燕雪希望让弱势族群也能享受到端午 吃粽子的乐趣 感受社会的关怀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